今天跟各位分享這一棵香水梅 這棵香水梅從冬天它一定會落葉 落完葉子的時候 其實在這一棵樹在我手上的時候 等去年拍完花我就將裡面的不需要的枝幹 都把它處理掉 當時是非常茂密的 但是在創作家手上 裡面的一些枝幹沒有清理得很乾淨 所以我把它清理乾淨了以後 你看它的空間美透視度都非常的得意 到了冬天的時候 將它所有葉片全部掉光 然後今年的溫度會比較奇特一點 所以它的溫差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最近大概在10天到15天左右 它開始萌芽 葉子整個出來了以後 花苞跟著來 所以香水梅不要急 有很多人到了冬天落完葉以後 看到怎麼都沒有長 是不是有什麼狀態 然後呢 就開始施肥 你越施肥呢 它越糟 為什麼 沒有葉片去形光合作用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去消化 消化掉那些養分 沒有消化掉那些養分的時候 土壤就會變成酸化的現象 所以只要落葉性的要特別有耐心 等待它的新芽長出 不只新芽長出不可以施肥喔 要達到葉面成為青春期再施肥 像這一顆呢 達到青春期的時候 我再補一點點的淡肥 再過兩個禮拜 我再施一點點的淋肥 它的花就全然而開 所以香水沒在處理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它吐出葉子成形 變成淡綠色的葉片的時候 才可以施二分之一量的淡肥 讓它先成長一下 所以我們施的量是不是很少 二分之一而已吧 所以再過兩個禮拜 剛好十五天 我要施一點淋肥 促進它的去年一整個冬天 續存的養分 同時可以爆發出來 所以各位看到有沒有感覺到 它的花包開得非常的細緻 非常的多出來 這跟你施肥用得當 用得恰不恰當時機點對不對 很重要 所以我經常跟各位講 在儲存這一段時間 先用二分之一量的肥 最保險 因為它的氣候上上下下 不太一定 然後花 花來了以後呢 在篩選裡面的支 不要的點 液牙 把它處理掉 這樣子就好 像這些 一樣 我們從內側 開始巡視 內側牙 看一下 那是不要點 再把它拿掉 不要說可惜要開花了 有一些 我們的花包很多的 只要你在整個的成長過程 有一些 那個細膩的部分呢 一定要慢慢處理 而且要自己來處理 不要經由別人來處理 然後剪錯了 又少了一個零 那就很傷腦筋 不能這樣講 剪錯了 又要多等三個月到半年 有一些花呢 今年開完就不開了 只好再等到明年 有一些大的枝乾 不小心修剪到 又等三年 所以 對植物生長原理要特別的去了解 那就比較清楚 然後在打理的時候 就不會有遺憾了 雖然我們人生很長 現在可以活到120 一顆 真正能做出一顆好樹 非常困難 這一顆呢 在香水梅的世界裡面 也是非常好的一顆 非常好的一顆 好 為什麼醫癌要特別去清理呢 因為我們在新生出長的這個階段 把不需要浪費的營養分跟水分 供應到該長的位置點 這樣是最好的 要去浪費一些養分跟水分 以後還是要減掉的現象 也不會變成圖長 也不會變成圖長 好 讓各位看一下 從前面這裡開窗的位置 透視到後面深淺平安的立體 還有整棵樹的架構 它不會 它做的 這邊 比較飽滿 這邊比較稀疏 空間美感比較好 透視度 都可以透視到 這個透視進來就是在這邊 這邊透視度進來比較深遠 整棵樹的架構就變得比較 感覺上 會比較參差不起 而且讓你感受到大自然的陽光是 什麼 東上西下 對不對 南貌北貝西村 好 好 那香水梅呢 它最可以觀賞的點 最主要的 第一個 就是它的葉片的飽滿 第二個 就是花開 剛有這些 有花包 有沒有 還有幾朵花 最能欣賞的是這樣 等它全開的時候 霧茫茫的白白的一片 也可以欣賞 好 但是要稍微篩 你看各位 它的花是半垂吊式的 好 所以第三個就是全開的時候 花包也可以欣賞 花包也可以欣賞 葉子花包跟花 再來就是落葉 它不要流果 它的果不美 OK 那各位 香水梅 各位看一下 它的根 抓地力 然後乾脂鏡的粗狀轉折 順序而上的收尾 然後出枝點的配比 背景 氛圍的 都非常 該撿的 該處理的 我都處理掉了 所以整棵樹的架構 依照這樣的型態去創作 這一棵樹 將來也是非常好的 我們欣賞價值的一棵香水梅 好 那各位 對香水梅 有什麼樣的看法 沒有 很好 那謝謝大家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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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